111 文匯報 輕負面賺錢為帝換神 2015年7月27日 重要新聞 A02 我們真的不明白 他們從來沒有做過傷天害你的事情 只是為了養活的家人而去緬甸打工 而且都辦理了出入境手續 為什麼還會被判刑二十年? 這是一位來自騰聰喉喬鎮近七十歲的老人劉本蘭的哭訴 他的大兒子梁其強是此次避免方判囚的一百五十多名中國籍佛目工人之一 面對兒子被判刑二十年的惡號 劉本蘭中日以淚洗眠 因他的大兒子梁其強此次負面打工是為給予還神衰竭的弟弟梁偉酬手術費 梁其強被詐以未行 停失去了主要的收入 也再無法支付弟弟的醫藥費 這讓他招心不宜 貨車無貨路上被駕 這是我兒子第一次去緬甸打工 他是十二月份去的緬甸 還沒上到山頂 一月三日就被駕了 劉本蘭說 梁其強是在半路被駕的 被駕是他的貨車還是空空門 C 為什麼連空車也要被判刑 我兒子是有出入境證明的呀 劉本蘭說光S 哭了起來 2014年6月 劉本蘭的小兒子梁偉被診端出傷腎衰竭 傷腎衰竭需要每日做透析 醫藥費非常昂貴 而且必須盡快進行腎移植手術 根據檢查結果 梁其強的腎與弟弟的相匹配 當值決定給弟弟捐一個腎 為了籌夠幾十萬元人民幣的手術費 梁其強貸款買了一輛貨車 白天黑夜的拉貨賺錢 2014年12月 梁其強聽說去緬甸拉貨一趟能賺幾千元 於是他扮你好了出入境手續去緬甸 結果在路上就被抓了 如果我的大兒子不能回家 醫兒子的命也夠不活了 劉本蘭告訴記者 病床上的梁偉正在等候顯如洪叔 梁其強在緬甸監獄女也非常地昭急 還增打電話給他 要他好好照顧弟弟 一定要撐到他出來 可事我已經快七十歲了 他弟弟的病也在惡化 二十年了 讓我們怎麼能等到劉本蘭哭完 C